健康一身轻 关注我们健康一身轻的抖音号 和我们留言互动 不知道最近大伙发现 不少朋友 那挖野菜的心可都挺胜 这不吉林长顺的朋友 还在网上显摆自己 实现了山野菜自由 我们去 猴腿 决菜 山芹菜 胡萝卯 自不家 有几根 蝴蝶子 头顶 今天菜了多少 收获满满 要问这位老铁 为啥对野菜是情有独钟啊 咱网友白日梦 替他给出了答案 老话不说 夏天吃苦 生死进补吗 吃点苦味的野菜 拜拜新火 养生起来 不少朋友啊 也是因为夏天吃苦 生死进补 这句话 挖野菜挖得很上头 甚至呢 有网友晒出了 自家的挖野菜神器 并表示啊 他抓地非常厉害 一天能挖三天菜 再也不用担心 妈妈挖不明白野菜的 吃苦的夏季到了 野菜给我挖起来 苦给我吃起来 夏天吃点苦 养生一整年啊 夏天就一定得吃苦嘛 有人呢 有不同的看法 而他们拿出的依据呀 可真是还挺有来头的 就是这句话的 夏七十二日 省苦增心 翻译过来呀 就是夏天要少吃苦 多吃辛味的食物 补一句哈 就是像这个醋浆蒜啊 韭菜呀 都是辛味的食物 您问这句话是谁说的 听好了哈 语出药王孙思鸟的 千金药方 对 我记得我家老人就说过 夏天不能吃太多苦 要适当多吃辛温的食物 发发汗才是养生的好章 是啊 是啊 苦味的东西还凉 老吃身体能受得了吗 我觉得不能吃太多苦 适当吃点辛温的东西更好 这波我占药王孙思鸟 我听老话 夏季吃苦 胜似进补 哎呀 民间老话说 夏季吃苦 胜似进补 而药王却说了 夏季啊 要省苦增心 都挺有名的 但是呢 都是有一点 真家对卖忙的意思 不少朋友都迷糊了吧 这到底该听谁的呀 一句是民间俗语啊 夏季吃苦 胜似进补 还有一句呢 是这个药王感悟 说夏季省苦增心 郭老师 您说大家伙 应该听哪一句 其实啊 说的都有道理 都有一定道理 但是呢 应该在这个前面 增下一个限定词 更好一些 加个帽 对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 在夏季 无论是吃苦啊 还是增心呢 其实都没有谁对谁错 只是说 得看什么样的人群 对不对 对 苦和心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微信群的朋友 就这么理解的 说这个苦吧 很好理解 这个心呢 是不是指心辣呀 你看 姜是不是就是心呢 而且呢 这个苦啊 在中医里边是含粮的 那心是不是就是温性的呢 苦味啊 一般的来说的话 自然界当中的食物当中 这个良性的比较偏多一些 心味发散的 发散的一般的呢 都是跟着这个温性的食品相伴随着 在咱们互动群里啊 最近呢 信老化 站在吃苦队伍里的朋友 可是挺多的 有的朋友吃苦吧 吃得还挺快乐的 有些朋友吃苦吧 就真的吃得挺苦的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 在这个群里打卡了 这不合计夏天吃苦养生吗 加上我之前的舌头有点起泡 就吃了一个多礼拜的 这个拜伙的这个苦菜 啥婆婆丁啊 吃嫩牙啊 市场上所有新鲜的这种野菜品种啊 让我吃了个遍 吃完之后 我怎么感觉自己失眠 倒汗的症状反而更严重了呢 一天贼难受 整得我都有点没有精气神了 你咋这样了呢 我也吃了一个多礼拜拜火菜 感觉还挺得劲 刚入夏那阵吧 就感觉脾气挺急躁 嘴里有点起溃痒 眼屎多 排尿黄 现在都好不少呢 整个人神情气爽呢 火气都快撤了 还想继续吃苦呢 太同意楼上要推群的那位朋友了 我也是 我也想夏天吃点苦养生 我本来入夏身体就有点变化了 皮肤怕凉怕疯 经常出汗 嗓子喉咙那一块一吹空调 稍微找点凉就不舒服 结果吃完拜火苦菜 这些症状一点没减轻 还感觉严重了呢 哎 难受相哭 这仨人在入夏的时候 都选择了用吃苦的方法 来调理自己身体 一个人吃得挺舒服 另外两个人却和苦挺犯向 那郭老师之前说了吗 有适应的人有不适应的人吗 那这两个说就是跟苦犯向的 吃完就难受的 是不是站错队了 我感觉这两位吃苦犯向的人 应该是站错队了 不对啊 你看一个是舌头上起泡 一个是舌头上溃疡 都是上火的症状 为啥头一位吃野菜 拜火就不行 那第二位咋就行呢 确实它俩这个都有上火的表现 我们一般说上火和上火要辨证地看 也许这两个上火不完全一样 也就是说呢 我们一般说的吃苦味的 吃苦菜呀这一类的 一般是卸实火 如果你要是虚火 偶尔吃一下就行 吃多了以后就可能要出问题 刚才咱说了说野菜 这个属于性比较寒凉的 对 它能灭食火对吧 对 那这个它是所有的食火都灭 还是它是分脏器来灭食火 一般的苦味的这些的菜呀 是人体的各种的这个 积食积热积火都可以去除 什么心火呀胃火呀都可以 那这么说的话 有火的症状了 但是吃完野菜不好的那位朋友 是虚火呗 第二位才是实火呗 对 有这种可能 但具体的呢 我们还得看具体症状 我除了舌头起泡之外呀 还有这个失眠倒汗的情况 舌头红 然后嘴里还赶 一直喝水也不解渴 吃野菜也不舒服 我除了舌头起泡氧之外吧 还有总爱张眼屎 尿黄 心烦 口渴 大便干燥这样的情况 吃野菜效果不错 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 舌为心之苗 那舌头上起泡了 溃疡了 是不是就是新火呢 我感觉这两位 我考虑这个有火的这个 还是主要是新火 这新火还有啥特点呢 有啥症状呢 对 一般的呢 我们说呢 上新火的人 这个 首先从舌头上有表现 舌头破了 舌头肿了 舌头热了 另外呢 有新火的人呢 一般的有这么几个症状表现 比较明显 眼睛 早晨起来 有黄色的眼痴 嘴容易起泡 然后还有心烦 尿尿是黄的 甚至于呢 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的 入睡是很困难的 所以说以前在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讲过嘛 这个有新火 这个四句话怎么说来的 眼有痴 对 舌头有泡 对 睡不着觉 尿黄尿 对 这个四句话记住了 这就是有新火的人的表现 看这俩人都是有新火 但为啥女士吃苦 拜火有用 男士吃苦 拜火却不咋好食 还记得谷老师刚才说的吗 山野菜等苦味食物 能去的是食火 那就是说 这两位朋友的新火 应该是一虚一时呗 咱再仔细看看 他们的新火有啥不同吧 咱回头看看这两位朋友啊 第一位朋友是倒汗 倒汗应该就是阴虚吧 对不对 谷老师 所以它应该是阴虚导致的上火吧 对呀 一般的来说 倒汗绝大多数是阴液不足 导致的这个阳气 这个逼迫金液外泄 所以说呢会出现倒汗的表现 心里边的阴虚火 他吃了苦菜 吃了这个野菜之后 像什么失眠啊 嘴里的这个舌头上的这个症状啊 就更严重了呢 所谓虚火是 一定是人的正气比较偏虚的时候 也就是说阴液不足的时候 出现了这个火热相对的抗生 那你这个时候 要是多吃了这些苦味儿良性的野菜食品 过多了 那么伤正气了 所以说呢 正气一损伤的话呢 它这虚火性虚更严重了 稍微的刚开始吃一点 它是很舒服的 过度就难受了 蛇为心之苗 这俩朋友 一个是舌头起泡 一个是舌气溃疡 都有舌头上的症状 古老师说了 他们呢 都属于体内有心火 另一位朋友的心火 则属于心食火 占吃苦对没毛病 要是您除了刚刚顺口溜里 提到的心火症状之外 还伴有情绪急躁 大便干 口渴等情况 这就可能是有心食火的表现 平时吃点苦 正对正 不过心虚火的朋友 一味吃苦寒的食物降火 反而会伤及今夜 吃苦不行 又应该咋缓解呢 健康易身轻 下节更精彩 废气虚的朋友 是不是需要增心了 这个时候呢 是当地吃一点 心味的食物 还是很好的 一口喝大了 鲁莽了 莲子心确实是苦 绿茶叶本身也是属于 这个清火的一序列领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易身轻 你知道自己的肺活量 是多少吗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参加锻炼了 关注肺健康 从此刻做起 让爱肺养肺成为日常习惯 凉宁都市频道 携手中药补肺丸 国大药房 城大方圆 共同推出爱肺行动 第四季 快来加入我们 参与肺活量检测 肺部健康 早知道 一起相约 健步走 有氧运动 对肺好 现在请全省肺部疾病人群 拖打电话 400-166-4699报名 领取健康加油卡 还有机会 免费获赠价值139元 爱肺礼包 爱肺行动 健康中国 老壳船 老壳船 反反复复 是啊 年年治 年年饭 俗话说 治病要治根 老壳船 病在壳痰痰 病根在鱼肺 中药补肺丸 老船孔 大蜜丸 老壳船 细短船 壳时 补补肺 治治根 老壳船 费气不足了 补补肺 治治根 肺部健康品 传承600年 养无极牌 补肺丸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青 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这里是健康益生青 欢迎大家 在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也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 随时与我们联系 今天来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 靠谱健康知识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 教授古松老师 欢迎古老师 欢迎古老师 大家好 广告之前我们说到 夏天有新火的朋友 可能会多一些 因为应季 而野菜这些苦味的食物 古老师提醒大家 是适合有食火的朋友 来用 如果你要是有虚火 阴虚火旺这样的 可能越用的话 你的症状会越加重 我们得分析 火产生的原因 不是由于它自己火上来了 是由于阴叶不足 相对来说 人的火起来了 那也滋阴呢 这个时候就得添补阴液 所以说呢 我给的这个百合冰糖饮 用滋补心阴的方法 来降低新火 百合这个药啊 偏良性的 它是一个药食同源之品 它是一个滋阴的药物 滋肺阴 滋心阴 滋阴就可以清热 那么冰糖 我们一般都说 冰糖啊 是糖中的良品 那么呢 它俩在一起呢 就是一个滋养心阴 滋养心阴的同时呢 就能够降心中的虚火 百合用十颗冰糖呢 适量 我们说适量就是 一块两块都可以 也没必要用的态度 上火上煮个坎儿 然后呢 来浸泡这个冰糖 这是一天的量 那第二位观众啊 的确他是心里边有食火嘛 因为他吃一些野菜 自我感觉还挺好的 挺舒服的 那是不是这类朋友 简单吃点野菜就行了 只要他胃肠功能 平时也挺好 吃点生的凉的 他不犯病 这样的朋友呢 吃点这个野菜 这个时候 是能够去心火的 每次吃多少合适呢 或者一周吃几次合适呢 这样的话呢 我倒建议呢 不必天天吃 隔一天吃一次就行 上午中午都可以吃一点 就吃一小把就行 我和我老公这个时候 都有点心事活 他吃点小点菜 确实好了不少 我感觉心事活比他大 而且还挤挠心不静 吃野菜感觉也不咋管用 这可咋办呀 我感觉这就是心火 稍微重一些的了 这个时候呢 单纯吃这个苦味的 这个食品呢 食物蔬菜一类的 好像有点力不冲心了 这是我倒想着一个 绿色好心情茶 来吧 好好看看啊 这里头有药材 能不能拆出来 这不是莲子芯吗 你看这绿圆圆的 这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 我也认识这个 有绿茶的味道 是 好苦啊 好苦 苦味儿 很苦 一口喝大了鲁莽了 莲子芯确实是苦 这莲子芯呢 是我们中药的一味药 这个是它确实是 清热去火 主要是去食火 而且呢 去的食火呢 以心火为主 清心除烦安神 能够清热之后 心中无火热的扰动 心神就安了 心神安了的话呢 睡眠也就好了 心情也就好了 绿茶也本身也是属于这个 清火的一区列里 绿茶 生的 摘下来之后 稍微的处理一下之后 咱们就用 那么这个茶叶呢 本身它就有去火的作用 因此说呢 我们说夏天呢 喝点绿茶 清心安神 有好处 那这杯绿色好心情茶里面 绿茶还有莲子芯 都够用多少量啊 我就觉得我们编导 这个应该是放多了 手抖了 怎么这么苦啊 我建议大家呢 不要放太多 这心火这个不易 一下子都有点去除 慢慢去除 莲子芯三颗 绿茶一颗就够了 这是一天的量 然后你泡水 就像泡茶叶一样 每天泡一次 可以喝一天 喝一周 看一看就可以了 但是呢 我提醒体脂虚弱的人 孕妇 术后的 这些 或者是有一些 基础性的老病 老慢病的一些人 尽量这个东西少碰 或者不碰为好 还剩第三位朋友了 他这个吃苦也不行 也没有上火的症状 但是他肯定站错队了 我们再看看他具体情况 我本来入下身体 就有点变化了 干啥都没有劲 上不来气 不爱说话 皮肤怕凉 怕疯 经常出汗 嗓子喉咙那一块 一吹空调 稍微找点凉就不舒服 结果吃完败火苦菜 这些症状一点没减轻 还感觉严重了呢 难受相哭 这症状大伙太熟了吧 这是气虚啊 那巴克斯来形容 神疲乏力气短懒言 虚火都不能吃苦呢 这真虚更不能吃苦了 其实啊 他这个严格点说的话 这应该是属于气虚当中的肺气虚的表现了 我们一般说啊 这个神疲乏力 少气懒言 这是属于所有的气虚 心气虚 肺气虚 脾气虚 肾气虚 都有这种表现 那么在这种气虚的基本表现基础之上 如果见到有 比如说这个人 皮肤怕凉 怕风 皮肤经常出汗 我们说肺开窍于鼻 咽喉为呼吸道的门户 所以说呢 如果稍微一早点凉 这个地方就不舒服 那么就是肺气虚的表现 那肺气虚是属于虚症 虚症的话 一般的来说 不易用单味苦味的食品和药品来吃 苦着气下 那么如果你本来是气虚的话 再也让你的气往下走 你会感觉上面的气不够用啊 所以说呢 多吃这种苦味的食品的话 会出现肺气虚的表现 说到这个肺气虚的朋友 他站的这个吃苦的队伍 那妥妥是站错了 我猜想啊 他是不是应该站在增兴的队伍当中呢 你看现在增兴队伍当中还没人呢 你看新营是从人数啊 搞平衡的这个角度啊 到底这个从中医角度里面能不能立得住啊 这肺气虚的朋友 他要增兴呢 我们现在进段广告 回来之后我们请谷老师 好好帮我们分析一下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身经 HAPPY 回家 在外补神 在家补神 东方的智慧 惠人圣宝片 22位重要 一次好 不如次次好 家好 才是真的好 在家补神 圣宝片 HAPPY 回家 在外补神 在家补神 东方的智慧 惠人圣宝片 22位重要 一次好 不如次次好 家好 才是真的好 在家补神 圣宝片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身经 广告之后感谢回来 这里是健康益身经 越看越年轻 今天到现场 给大家传递 靠谱健康知识的是老朋友 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 教授古松老师 欢迎古老师 欢迎古老师 大家好 古老师 肺气虚的朋友 是不是需要增心了 我们讲心味入肺 肺气虚的时候 它都是肺气出不来 别憋在里边 因为这气虚 适当地给点心味 使肺气发善一些 对肌表之气的顾忽有好处 怎么样 我说对了吧 心灵姐 我觉得你这 纯粹是蒙对的 对对 就是蒙的 但是古老师 你看啊 你说这个心味 是不挺冲的 肺气虚的朋友 都已经挺虚了 它能受得了吗 我们一般讲啊 夏天呢 心火当令 如果从五行的角度来说呢 火磕筋 所以说呢 过热的天的话呢 容易伤肺筋 这个时候呢 吃点心味 有助于肺气的提升 避免呢 火热之气 过度伤脾胃 从这个角度来说 夏天 废气虚的人 适当地 少吃一点辣的食品 对他是有好处的 平时如果有 废气虚的朋友 是不是一年四季 都可以适当地 来点新闻的东西 我提醒大家 如果这人 要是内伤的 废气过虚了的人 还得用补气的方法 而不能单纯用 辛辣的食物去补肺 第三位观众朋友呢 他是在入下的时候 才有废气虚 那是不是这个时候 他就可以增心了呢 这个时候呢 适当地吃一点 辛味的食物 还是很好的 有助于肺气的宣法 刚才咱们说了 废气虚呢 是气虚的一种 如果说我气虚 出现了神皮乏力啊 气短懒炎 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增心人 和肺气虚一样 临时性的 可以用点增心的办法呢 调动一下气 然后呢 散出来 如果身体一直 处于一种 气虚的状态 这个时候呢 不易贸然的 就选用增心的这个办法 如果要是夏天 我们一般的人是愿意吃点冷饮之后 感觉胃肠不舒服 里边总感觉有点堵 那就是什么呢 吃冷饮吃过多了 这个时候 我告诉大家 也是增心的好机会 也就是说 夏天适当地吃点 辛辣食物 有助于 你吃进去的寒凉的时候呢 往外返 不至于伤人过多 网友天平啊 他提到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想很多人也是想问的 他说这个 这个新温的东西 是不是像葱姜蒜之类的食物呢 像辣椒 它是不是新温的食物呢 一般的 我们夏天要是推荐的 新辣食品呢 最好是生姜 它发散 我们选这个新味 要一定是往外走的 发散的 而且是新温食品 有的那个辣 比如说那种辣椒的辣 它往下走的那个 少选用 选用那种往上走的 往外走的这种 生姜是最好的选择 有的朋友还真的 不是一年四季都是脾虚 他可能就是夏季的时候 像老师说的 冷饮吃多了 就会有一些 比如说变糖啊 或者食欲不振啊 这样的脾虚的表现 那么他们就不用说 一年四季都吃姜 只需要在夏季吃姜就行了 是不是 对 你这个 你不是脾胃虚化 你还总用生姜去往外散 散的结果的话呢 因为秋冬之气 是往回收的 那么总是吃姜的话 姜是发散的 时间长呢 经常算我们的阳气 在秋冬时候是不好的 从养生的角度来说 这个不主张这样 之前那位吃苦没好使的朋友 一入下就皮肤怕凉 怕风 经常出汗 稍微一吹点凉风 嗓子还不得劲 古老师说了 他这种情况可能是肺气虚 想占吃苦队来养生 那也是占错了 这类朋友真正应该占进增心队 尤其适合吃点生姜 这类新类食物 生姜入肺能发散寒气 同时提升肺气 不过接下来有位朋友 入下也有肺气虚的情况 可他面对生姜 有点皱眉头了 虽然知道下吃点姜好 但我真受不了姜的冲味 吃不下去 您有啥好办法吗 还有一种人呢 天生就是对这个姜味 就不接受 就不愿意吃姜 我在临床上确实发现过这种人 我倒有一个好的办法 就是红糖蜜生姜 把这个生姜切成片 或者是切成小身 然后红糖和蜜放到锅里 给它烧开了 烧开了之后呢 把这个姜放进去 也就是把这个姜片 或者是姜身 用那个红糖和这个蜜呢 给它裹拌 然后呢 小火多熬一会儿 熬完以后呢 好好的粘稠的 这个糖和蜜呢 裹在姜片上 这样的话呢 每天嚼一片 效果也会挺好的 吃一片就行啊 每天一片就行 根据每个人的 这个体内阴寒的程度 如果要是重的话呢 吃两片三片都行 要是比较轻的话 每天就吃一片 我们整个这个夏季 都可以早上 吃完饭之后 含着这一块姜 出门就行了 提示各位伙伴 关注健康益生青的公众号 和抖音号 里面有更多的健康信息 跟各位分享 健康益生青 月看月灵